四季五十行愿之路 今天要帶您看到 四季解決民眾一口水的民生大忌 甘肅中部的隆中黃土高原 自古就是黃沙片野 有些地方更是有名的旱地 加上氣候變遷 降雨是一年不如一年 1998年起 四季基金會在當地展開 扶貧的抗旱計畫 以水轎來援建起點 而四季在甘肅 原協助建校以及千村 幫居民們圓夢 同樣都是為了水 在非洲南部的國家星巴威 他當地自來水不普及 但是地下水的水源則是很充足 不過當地的居民生活貧苦 很多人沒有能力花錢來找井 不少人是走上遙遠的路程 只為了要取水過生活 於是慈禧之公也想辦法 在當地設置的水井 解決這項民生的問題 一口水 卻是母子倆的超級任務 想把水帶回家 一點都不輕鬆 一趟路超過半小時 這是非洲國家星巴威 常見的景象 當地降雨量不到台灣的四分之一 基礎設施落後 大部分居民只能挑水度日 如果經濟寬裕找到了水源 可以在自家附近凿水井 日漸干涸的土地 只要有水用 居民就很滿足 卻不知水可能不乾淨 2008年 使用租金材是當地台商 長期關懷這片土地 發放時經常提供靜水藥劑 甚至為居民挖水井 補底抽薪 星巴因為沒有很多的工業 所以地底下的水源應該是很豐富 所以他們本身沒有那個設備 又來幫助他們 水是民生大忌 有了水生活才會安定 尤其乾淨的水 給人們幫助有多大 慈濟人看到了 所以貼近居民的生活 在星巴威首都哈拉雷 掘了20口水井 希望家家戶戶有水喝 也省去花時間找水挑水的問題 類似援助方式 慈濟在18年前 就在大陸甘肃省實行 山寺河上頭 風沙吹牛島 食重酒不收 吃水貴如油 中國大陸黃土高原俗宴中 點出當地式漢地 水資源短缺的窘境 丹丹就甘肅省 年平均降雨量約300毫米 但蒸發量卻是降雨的7.5倍 靜密高原裡 居民挑水闯席 蓋過腳步生 高山討生活 水資源取得不易 偏偏80年代以後 因為氣候變遷 雨水來不了這裡 乾旱情況加劇 農作年年欠收 人口漸漸走出大山 沒有能力地 只好死守家園 盼著奇蹟出現 經過實際走訪 慈濟要為大山居民 從新深處 掘一口源源不掘的井 1998年起 慈濟基金會在甘肅展開 抗旱浮困工作 在漢隆之上 援建水教 至今在六個縣 十七個鄉鎮 建了一萬九千零六十岩水教 有了水教以後 他不用每天去淡水 建了可以解放一個勞力 這個勞力可以外出打工 如果沒有辦法獲得水源 連水教也無法蓋 所以2008年3月 甘肅最大規模的 生態移民工程啟動 有居民從甘漢大山 搬往一百多公里外的新址 到有水的地方去 到環境 自然環境稍微好一些地方去 然後呢 離開這個地方 離開這個地方 實際上就是把人類 對於這種生態環境的破壞停止了 然後讓生態環境得到自然的 修養 來自台灣的扇星 陸續為他們在靖允縣 流川鄉 古河鄉 建立大愛新村以及小學 流川鄉大愛新村居民王守廣 以前住茅草屋 現在住的是水泥房 還分配到新的水田 就算到外地打工 路途也拉近了 此際援住後 當地生活狀況 從艰難困苦 到獲得新的轉變奇蹟 對未來生活也有了憧憬 或許這就是漢地甘霖的滋味 合不停 此羅四 ầu濛 令 水的雷 佛